請問你這次星期日的投票有什麼問題? 星期日我們在現場投票 那個安排我想是一個自己參與來到現場的群眾表態 我猜都是一種肯定這次政務司司長所推出來的東西 其實是未能夠滿足我們的要求 但是很多人覺得只可以在廣場裡投票是不民主的狀態 因為上一次的中途是全國的市民都可以投票 例如有些人真的上班或者有事不理得的時候 不可以在三個佔領區那裡的時候 其實我想這個是一個初步現場的熱身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真正的公投 這個老實講也可以說我們都會期望的結果 都是會認為那兩件事無論是談到2017之前 或者報告應該是要影響人大這兩件事 我相信都是肯定的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算是內部自己打氣的一個做法 如果你說真正公投我覺得應該是全港性的 應該是 有些人都認為其實這個官員是高的 因為他們說來到這個廣場已經默認了支持你們了 但是為什麼還要做這樣的公投呢 這個就是因為我不是推動這件事的 我想三子他們要有這樣的安排 我想他們都是有個想法就是可能自己有一種肯定先 但是如果真正的公投呢 我會贊成應該全香港人都有機會投才對的 那你贊不贊成旺角呢? 我覺得旺角是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我們不可能輕言撤退 而且旺角他們經歷了很多的苦難 無論是警方或者現在很多反戰中的人士 甚至黑社會他們那種的打壓都抵抗得到 我覺得旺角的群眾是非常有智慧 和他們的克制力是非常之強 我看不到有任何原因要去想撤退 旺角是一個地方每天都差不多有些衝突 這些衝突也間中引起流血或者有人受傷 我們都是很擔心這件事 但是你對方用到這些手段 實在我們只能夠繼續維持和平 不過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多些去旺角 去支持旺角的群眾 跟政府那個說法我覺得應該相反 政府就很想抹黑旺角 令到大家不支持它 越來越少人那裡就變得更加脆弱更加危險 其實我覺得旺角絕大部分時間是非常之安全 以前你看到這些店鋪都照開的 金店鋪、銀行全部照開的 如果是這麼恐怖的話 那些店鋪第一個就落閘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旺角去支持那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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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